我现在咱就可以给它找一个盆入 入个盆 一个圆盆 紫砂圆盆 透气 圆土 营养土 和沙子 沙子看见没 这是这个金蛋子原来带的土 它是一种荷塘泥 非常紧实也紧密 以后的浇水不太好浇 但咱要看到这下面这些根都在外面露着 给它配土的空间要留得大点 适当的把根盘这一块做一个疏通 一旦入盆 根本不能像原来在田地里培养 它的盆土就要疏通透气 而且要营养 营养要好 就是要大飞大水的 适当的疏通 在这个季节 每一个你的疏通的动作都有可能把那些毛细根给弄断 所以一旦它断了以后 现在挂的这些果 这些枝条 由于供不上水供不上营养的 就可能落果和死亡 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适当 让它的根能够往外伸展就行了 不一定把这些原来的土全部给弹掉 到来年观赏期过了 咱们再进行输土换盆 这个土疏通一下行了 它的根能够长出来 就是说入盆工作已经完了 但是那个网友朋友 一般情况下 精弹子 要入盆的时间 不是现在的入盆时间 所以刚才 咱们在入盆的时候 尽量把原来的原土 所以本来这个球 挖的也比较全 所以咱们的原土 咱就尽量不要去动它 然后呢 这样入盆呢 保证它的果和叶 它不会落 而且要迅速要快 动作要快 不要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这样入盆以后 马上给它浇上水 浇上水 然后呢再养护一段时间 这个果 这已经到了 快到那个中秋 中秋节了 这个果一直可以挂到 明年的四五月份 五月份都没有问题 六月份甚至到六月七月 都没有问题 到了冬天 真的到了冬天的水山 这叶片也老了 可以把叶片都摘掉 就留上整个盆景的 这些精弹子 所谓弹子果 金黄色的弹子果 就会非常的有生机 而且呢 觉得附属 丰满 这种感觉会非常好 今天这个盆呢 咱就入完了 它下来要给它净水 浇水 要给它再给它种点青苔 实际这个东西 入盆以后的浇水的方式啊 一般像这种入盆的方式 就是用一个更大的器皿 盛上水 然后把它泡到里面去 就淹到盆的中部 使它那个水的压力 自己通过底孔 慢慢往上吸 这样呢 它的根呢 就会更舒展一些 就有一些 刚刚入盆的根 因为你的盆土在导石过程中啊 或者它会改变方向什么的 让它更舒展一些 也会更好啊 所以咱现在就找这器皿 给它泡上水入盆 啊 净水 15 20分钟 足够了 这个盆景呢 刚才 经过那个 吸水啊 然后呢 基本已经技术 制作完毕了 这个盆景呢 下来可以做些 种些青苔 或者配点石头 但就这个盆景来说呢 适当的处理一下 就可以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话 这个盆景盆景啊 拿回去以后 现在是一个作品 如果这个盆景到了你的手里 那么一年以后 两年以后 它长成什么样 你想让它变成什么样 是不是还用这个盆 是不是还是这个姿态 都有你自己来决定啊 由你自己来养护 在养护过程中 你比方我想把这个枝条 养得更粗一点啊 这些都可以做到 这需要以你的审美 以你的利益 来做这这么一个盆景啊 所以这个挂过的盆景呢 现在基本上啊 在把那个 入盆养护做好之后呢 这果不会漏 这可以挂到明年的五六月份 一直都是一个金黄色的果 现在这个果现在还有点青啊 再过一段时间就变红 泛红泛 成色的啊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很紧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 共同成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